本年梦不是一个梦 整个说的就是中国怎么样发生到今天 我自己怎么样从不知到知 一步一步把中国文化了解 同时又把西方文化了解 又再把两个进行比较 这个是要长期的不断的搞 也许没有终点 现在黑洞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所以文化是不断发生的 所以这个也跟没有底 所以我们中国文化总是慢慢也向前发生 西方文化也慢慢发生 中西结果就是建造人类民营共同体 人类民营共同体说来也是进步的 但是我们中国两千年前就说了世界大同 我两个我学的第一个歌就是 大道之先也建下为公 这也就是人类民营共同体的先生了 但是说法不同 所以就要看到中国文化怎么 和西方文化不同 但是结合起来 变成更新的文化 所以中西结果是一个变得人的居士 盛世责商 女士责王 那个特朗普 就是要 女士 就 反正方向走 所以他下来了 拜登 拜登 如果生死而行 可以使世界向前进一步 如果他要走特朗普的老路 那结果就 美国就 慢慢越来越这一步 世界越来越前进 越来越把美国抛到后面了 可以但是 有没有 这样子 对 在这一步 在里面 就像 他们把美国抛到后面了